一年多前 才大張旗鼓幫中國大外宣 凸顯瑞士信貸和中國緊密關係 如今瑞士信貸大爆財務危機 確定被瑞銀集團收購 臉帶讓中國富豪人心惶惶 有一瑞士金融業的保密傳統 攻擊本身中立國地位 讓瑞士成為全球富豪 尤其是中共紅色權貴 藏經熱門首選 但隨著瑞信危機爆發 外加中立國角色受到挑戰 中共內部傳出高度擔憂 俄羅斯因為侵略烏克蘭遭到國際制裁 向來號稱中立的瑞士也不停 凍結約七千五百名俄羅斯富豪 存在瑞士的四百六十億億 瑞士法郎資產 而中國和俄羅斯關係緊密 也頻頻受到制裁警告 讓中共意識到海外財富 也非百分百穩定 維基解密先前披露中共高官在瑞士銀行 約有五千個賬戶 三分之二是中央級大官 從中共的副總理 銀行行長 部長到中央委員 幾乎人人都有一個賬戶 還有學者說 習近平已經掌握在瑞士銀行存款的中共官員名單 而五千個賬戶數量可能還只是冰傘一角 海外藏金是否隨時蒸發 中南海官員恐怕也瑟瑟發抖 剪新聞也會去摸動